2003年在山西省运墙临一县 发生了一起害人听闻的杀人案 受害人陆亚利无辜失踪 五个月后在邻村不远处的一口深井内 找到其一体 当时当地警方在发现尸体后迅速展开了侦办 并锁定犯罪嫌疑人 是受害人陆亚利的丈夫王鹏 可就在警方将王鹏交给检察院 并向法院提起诉讼时 在庭审过程中王鹏以警方右供为由当场翻供 最终嫌疑人王鹏无罪释放 而陆亚利失踪一案却迟迟悬而未决 成为了全国热议的重大一案之一 在案件发生之后的近20年的时间里面 案件相关的王陆两家人 都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对于这两家人而言 从当年的亲家变成如今是同水火的仇敌 事情真相到底是如同路亚利娘家人 所说的那样就是王鹏所为 还是像王鹏所称那样自己是被冤枉的 当年震惊山西的这桩大案有着无数的疑点 虽然当地警方已经重启调查 但是真相似乎并没有这么容易浮出水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那么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来继续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 路亚利元是山西省运城林一线人 中专毕业之后 便在老家附近的一所民办小学担任教师 路亚利所在学校 离家大概有四到五公里的距离 但由于是山路 所以通常情况下路亚利都市在学校住校 后来惊人介绍 路亚利与同村的王鹏相识 并在恋爱半年之后结婚 二人结婚的时间是2002年4月 王鹏比路亚利大一岁 在甘肃添水做生意 在当地也算是高收入人群了 唯一遗憾的就是王鹏经常外出 能够回家的时间并不多 对于二者的结合当地人都认为 是一桩美满婚姻 然而这桩所谓的美满婚姻 却在八个月后出现了变故 2003年的1月3日 原本应当给学生上课的路亚利 并没有出现在教室里面 学校老师便立刻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校长 校长闻讯之后便立刻到学校寝室去查看情况 但是在宿舍外喊了半天 却始终未见宿舍内有动静 校长在来的路上还遇见了路亚利的丈夫王鹏 并向王鹏询问路亚利的踪迹 而王鹏却告诉校长自己与人打了一晚上的牌 一直到凌晨回家后并没有见到路亚利 根据王鹏所说并结合宿舍的情况 可以断定王亚利既没有在家也没有在学校 那么一夜未跪的他究竟在哪里 带着种种疑问校长感觉事情不妙 于是连忙拨通了路亚利娘家的电话 在电话中校长告诉路亚利的父亲 路亚利失踪了 路亚利父亲在听说女儿失踪的消息后 冒着大雪骑车赶到学校 与学校的老师们一同进入路亚利的寝室查看 并同时报了警 在进入路亚利的寝室后 路亚利的父亲与校长看到寝室的墙上 挂着路亚利的外套 他的床褥子上有一团湿漉漉的液体 床上被子不翼而飞 而在床褥上却有几处地方开了线 像是在挣扎的过程中登开的 进一步查看 寝室里面室内窗帘和一个包袱上都有血迹 而同样的血迹也被学校的一些同事 发现在了学校的门口 警察来后对现场做了勘验 确定床上的液体是尿液 其实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 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路亚利是凶多吉少了 因为正常情况下 除了孕妇和患有尿路疾病的人外 一个正常人大多情况下是不太可能 将尿洒到自己的床上的 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当人死亡后 由于肌肉松弛才可能出现排尿的状况 一些富有经验的办案人员通常可以 以此来判断当事人是否还有生还的可能 但由于没有找到路亚利的尸体 所以警方并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 于是带着一丝希望 路亚利的父亲与50多名亲友 以及王鹏家的亲友 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寻人之路 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路 王两家的亲友在运城及附近的永济市 前前后后张贴了数百张的寻人启事 但依旧是没有一丝关于路亚利的消息 一直到路亚利失踪五个月后 在距林一县约十公里的盐湖区摇梦乡北南村 人们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 尸体是在一个深达25米的深水井中被发现的 尸体被发现时全身赤裸已经高度腐烂 当地警方结合附近失踪人员信息 怀疑是上报失踪的路亚利 于是立即通知了路亚利的家属前来认识 闻讯赶来的路亚利父亲 看着已经高度腐烂的女尸 其实并不能确定就是自己的女儿 但是凭借着尸体的身高体重 口中的一粒考词牙等信息 路亚利亚的父亲便认定了 这具女尸应该就是失踪数月的女儿 但是当时警方并没有给女尸做DNA的比对 只是凭借家属的描述 对女尸的身份便做了确定 这样一来警方在这个案件的侦办上 便出现了第一个大的漏洞 在确认了尸体之后 法医对尸体做了进一步的尸检 尸检结果表明女尸头部有明显的窗口 细盾气打击所致 在其腹部及大腿也出现了 相应的盾气所致的窗口 而根据死者未尝的情况来看 死者最后一次进食 应该是在死前6小时以上 那么极有可能是晚饭后被杀害的 死亡时间应该在当天零点 到第二天凌晨一点的样子 警方对于路亚利的死亡定性为他杀人 是一起恶性杀人案件 于是当即立案并展开了侦查 警方很快便将目标嫌疑人 锁定到了王鹏的身上 没过多久警方便对王鹏做了抓捕 并进行了突击审讯 案件迅速有了突破和进展 据当时办案的警察介绍 王鹏在被抓捕之后 很快就交代了杀害路亚利的案件经过 据办案警察介绍 王鹏在被抓捕之后 对于杀害路亚利一事供认不讳 据王鹏供述2003年的1月3日 自己与排友打牌到凌晨3点左右 因为当天下雪所以便没有回家 而是到了妻子学校的寝室 而自己在进房开灯之后 便不小心惊醒了正在熟睡的妻子 于是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在争吵过程中 王鹏用枕头捂住了妻子路亚利的嘴巴 尸首将其捂死 在发现尸首杀害了妻子之后 王鹏便用被子将妻子裹了起来 将其扛出了学校大门 并放在学校门口的一所废弃的房屋内 其间王鹏怕路亚利死得不彻底 还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戳了路亚利多次 并用砖头狠击路亚利的头部 并扒掉了路亚利的衣物 随后王鹏又用摩托车将妻子运到距离 林一县约十公里的盐湖区摇梦乡北南村的 一处灌溉井进行抛尸 抛尸完成后 将妻子的衣物连同裹尸用的被子 以及摩托车全部浇上汽油烧毁 然后步行回到林一县 回来时已是第二天上午 正巧遇到了当日前来寻找路亚利的校长等人 2003年6月28日因故意杀人罪 当地警方承请检察院批准逮捕王鹏 王鹏被林一县公安局刑拘 2003年10月9日运城市检察院向法院 提出对王鹏故意杀人案提起诉讼 指控王鹏犯故意杀人罪 同时路亚利的父母也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赔偿 赔偿金额共计9万元 与当时警察办案的训捷所不同的是 当王鹏故意杀害妻子路亚利一案的卷宗 承到了运城市中院之后 事情出现了很大的转折 警察月卷宗和公开审理过后 运城市中院发现该案中 办案人员的办案手法极为粗糙 案件证据炼不完整 于是将案件驳回要求警方进行补充侦查 2004年2月 运城市检察院再次对该案提起诉讼 但结果依旧是被驳回并要求补充侦查 同一年的9月 运城市检察院对该案件提起了第三次诉讼 而这一次王鹏在庭审时却当场翻供 并指控办案人员在侦办该案时 对自己进行了诱供 而王鹏的辩护律师也指出 该案件办案流程粗糙 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不能构成对王鹏罪名的指控 据王鹏律师的辩护陈述 王鹏杀人一案警方在办案过程中 有诸多的疑点 一是虽然陆亚利的家人对尸体进行了认识 但是并没有通过DNA等技术手段 对实体身份进行确认 只是通过一枚考慈牙和死者的身高体型特征 来确认是不严谨的也不足以说明死者身份 二是王鹏所说的焚烧丢弃的被子 衣服和凶器刀子也找不到 没有凶器等证物的存在 就不足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 而王鹏所说此前先使用枕头无死的陆亚利 警方也并未出具蛇骨 喉骨等方面的证明 同时王鹏供词中所提到的刀伤 在尸检过程中并没有发现与之吻合的窗口 王鹏称自己在杀害陆亚利后 将尸体运到了校外的废弃小屋内 并且怕陆亚利没死 又用刀子和钝器伤害陆亚利 但是警方并没有在小屋 发现有血迹等相关的证据 出来之后 运城市检察院对生理结果表示不符 并提起抗诉 而抗诉书在移交到省检察院时 省检察院经审查后 要求运城市检察院撤回抗诉 理由依旧是证据不完整 事实不清楚 最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做出了与运城市中院一样的裁决 并准许撤回抗诉 一波三折的案件经过让陆亚利遇害一案 成为当地有名的一案 王鹏的死里逃生让人不禁疑问 到底是王鹏故意诱导办案人员 还是就方坚所说的那样是当地警方 对王鹏实施的又共造成的冤假错案 如今陆亚利失踪一案 已经过去了近20年的时间 案件到底还能不能被征破 据陆亚利的弟弟陆远表示 当时自己与家人 并不懂得DNA鉴定等相关侦办技术 对于姐姐的案件 一直都是很信任地交由警方办理 但是却未料到最终是这样一个结果 至于当初为什么没有给陆亚利做DNA 比对一事 陆远认为警方不给做没有办法 而当时办案的警方在面对 陆亚利家人和记者们的询问时 只是表示当时办案的流程并没有问题 却不愿意过多的披露办案细节 陆远还表示当年王鹏被判无罪释放之后 便到外地去待了几年 后来回到了运城老家 但是从那以后两家人便是同水火 没有任何的来往 因此对于王鹏的近况也不是很清楚 但全家人一直觉得 王鹏就是当年杀害陆亚利的凶手 同时陆远父亲之前也表示过 愿意拿出十万元养老钱进行悬赏 希望能找到新的线索帮助警方缉拿凶手 但是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提供新线索 而另外一边当年的犯罪嫌疑人王鹏 在外多年之后已经回到了家乡 当人问及这件事实 王鹏则表示当年案发时 自己一直在和几个牌友打牌 一直到凌晨回家不见妻子 当时王鹏猜测的是妻子可能回家 或是在某个女老师的宿舍休息去了 当时并未多想 而后的供述都是警方故意诱导才说的 同时王鹏还表示对于当年的案件 自己也是受害者 自己与路亚利的感情很好并没有什么矛盾 自己也想为妻子讨个说法 同时也不愿看到路 王两家 今日这般是同水火成为仇人 路亚利家人王鹏 警方三方各执一词 当年的案件真相到底是什么 在舆论的压力下 2019年年底 林一县公安局决定重启该案的调查 并为此成立了专案组 在重新梳理了当年办案的卷宗之后 专案组办案人员准备对当年办案中 存在的一点逐一进行排查 首先要确定的就是当年从井里面 打捞出来的女尸到底是不是路亚利 2020年9月8日 林一县警方开馆提取了当年水井中发现的女尸身上的牙齿和骨头的样本做DNA鉴定 2020年11月15日经过警方的DNA比对 当年在井下所发现的那具女尸 确定是路亚利本人无疑 听到这个结果 路亚利的哥哥路强激动表示 他们一直都很肯定那就是路亚利 他爸反复强调不可能认错女儿 身高 头发的颜色和牙齿做的烤瓷牙都符合 虽然当年井中所发现的女尸 已经确定是路亚利 但是盖案是否能够顺利的侦破却不得而知 当年由于林一县警方办案时的不严谨 导致无法查明真相 无论如何林一县警方都是难辞其咎 截至目前林一县公安局专案组工作人员 并未向外界透露更过的办案细节 从案件发生到重启再到如今 这个案件中间间隔时间已经接近20年 当年办案过程中所存在的证据 如今都已经无法查证 案发现场也几经变化 想要还原当年的事情真相 相比要比当年办案难上更多 对于此只能寄希望于林一县公安局专案组 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 能够还原当年的事情真相 为死者讨回公道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